謝謝主席 是請賴主委 請賴主委 主委 我記得我們陸委會 有一個廣告 門打開我們家 你一直最自豪的這一句話 結果現在 是 門打開在聽說 人家已經 親門打給我們 自己的土地 居然我們的陸委會 也不敢吭聲 從一路來 我們看到 菲律賓事件 再來陳光彪事件 再來徐焦的事件 我們看到的是 無作為的陸委會 主委 我請教一下 徐焦是用什麼樣的 一個辦法 進來到我們台灣 用什麼樣的申請 個人委員報告 徐焦是用大陸地區 專業人士來台 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來申請 申請的理由是大眾傳播 好 徐焦是用專業人士嗎 對 請問他是屬於什麼專業人士 他是要來演一個戲 演一個戲就可以算是專業人士 這個是根據這個辦法 內政部的這個辦法 是包含在裡頭的 什麼叫包含在裡頭 只要是要申請 要拍片 只要要來宣傳 即使他是在裡面 是一個小角色 他也是可以透過這個 專業人士交流辦法 來到台灣就是了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依照這個和這個辦法 他可以過來 那但是他不是來這邊讀書 他就是來跟這邊的國中同學互動 因為他的演戲的這個 主委 我又沒有問到你那個問題 你自己此地無銀三百兩 也沒有啦 也不是這樣 我又還沒有問到你那個問題 好 沒關係 那你怎麼會那麼急的說 要去解釋他是不是來這邊讀書的問題 好 我可以給委員回答就是說 他要來這邊申請請問 專業人士交流辦法的部分 主管單位是誰 呃 這一個專業人士的許可活動許可辦法是 內政部在管的 好 那 那誰是 他是以這個 內政部在管 那誰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督導 相關督導 然後是 內政部的這個 你們都沒有責任 你們都沒有責任 沒有沒有不會不會 你們都沒有責任嗎 你現在講的是他 都沒有責任 到底你們有沒有責任 我只想問說 現在是不是只要拍片 只要拍片都可以來台 因為他拍片是根據這個專業人士 許可辦法的演繹拍片類 的確我們法令上是這個規定是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即使是一個小角色 他不論是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他都可以申請來台 是不是這樣子 我先確定這個問題 是不是符合 聯審會 你有沒有在裡面 你們陸委會有沒有拍代表在裡面 聯審會 有嗎 當然都會啊 對啊 所以你們脫離不了 所以我現在在請教主委 我在請教主委 所以只要是來拍片的都可以 所以許嬌他是以拍片的條件申請來到台灣 是這樣子嗎 他是以大眾傳播演藝拍片類 演藝拍片類嗎 對不對 聯審會就給他做 OK 所以聯審會是以這樣子 所以很清楚 他是來做一個宣導的拍片的 是這樣子嗎 宣傳的 因為 是不是 他的內容嘛 來 他申請的內容 你那個說一下 他是來拍片 他不是來宣傳 那為了拍片 所以是拍片 所以確定他是以拍片的條件申請來到台灣 是這樣子嗎 我們的了解是這樣 了解是這樣子 所以拍片 欸 那他被這個職集說 穿著國中運動服 在讀書 甚至也請了家教補習 還背著背包 這個是在拍片咯 這是在拍片嗎 因為整個拍片的場景是在學校 然後那一般 這是在拍片嗎 你要跟我確定這件事情 這是拍片嗎 拍片演員 是不是 你有沒有去瞭解 是不是拍片 有沒有攝影機 沒有攝影機 怎麼會是拍片 一個訓練的習慣台灣文化 台灣學校生活 欸拍片還要再習慣台灣文化 拍片還要習慣台灣文化嗎 還要了解台灣的學校生活 還要了解台灣的學校生活 那請問 是要兩天 那他在裡面申請來台有沒有提到說 他要因為拍片的因素 要先去適應國中的生活 有這樣子說嗎 他應該是演國中生嘛 有嗎 有這樣說嗎 他在申請的條件當中裡面有說嗎 有說明嗎 這個細節我不會清楚 有沒有說明 那誰會清楚 我請那個我們劉副主委 來劉副主委 有嗎 來回覆好了 謝謝 有嗎 劉副主委 報告委員 是 請問 我們要到國中 這一家國中去做訓練 這個導演是台灣的導演 不是他們的導演 對啊 沒有 不論是台灣或中國 導演可以去國中 去訓練 這一個演員 因為其中有兩個 副主委 其中有兩個演員 說我講嘛 今天你不是在告主 你是讓人聽說啦 一個陸委會 居然沒有辦法進到主管 好 徐焦的問題 今天搞得不清不楚 今天如果不是媒體把它揭發出來 他今天要讀多久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你說第一個禮拜是訓練嘛 對不對 居然導演可以去到國中去訓練 這個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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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們的認知說這是訓練 背著書包 然後請家教 然後去到這一家國中去讀書 叫訓練 是在訓練什麼 他是在 這個 不是讀書是什麼 這個應該不是讀書吧 來兩天 所以嘛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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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嘛 我們自己的 我們政府單位 居然 一律的 統一口徑 在替這件事情 來做掩護 主委 悲哀啊 好 來主委我再問 今天 今天 菲律賓十四名 台籍 嫌犯到中國 你們什麼時候接到這個訊息的 台籍嫌犯到大陸是吧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接到這個訊息說要求你們要開始去做接洽溝通 什麼時候 陸委會 陸委會 負責的部分就是跟大陸嘛 好 什麼時候啦 2月2號除夕的那一天 幾號 2月2號除夕 2月2號你們才接到訊息說要去溝通 不是 2月2號 因為涉及到就是菲律賓已經把人這個遣送到大陸 幾號你們開始著手去做整個事件的溝通 什麼時候接到這個訊息 2月2號 好 你知道外交部怎麼說嗎 外交部說在12月27號 當所有十四名的台籍嫌犯 在菲律賓他們開始交涉發生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馬上就告知陸委會 說這個部分一定要馬上去做溝通 他說在1月份就已經告知你們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在1月份的時候 我們是 對 就是 外交部 外交部有告訴我們 對嘛 有第一件事 所以嘛 但是這個是 主委 這個是個外交國際的事務 你看你又在說謊 我們要說謊啊 你剛剛說的2月2號你才開始溝通 結果你1月份已經接受到外交部制度 現在已經面臨這個困境 結果主委你們入圍 你們毫無作為 你們毫無作為 你們眼睜睜 看著這十四名的台籍嫌犯 以主權的問題 然後被送往中國 這是兩個 1月份你就知道了 1月份你就知道了 在第一個階段 什麼叫兩階段的問題 在菲律賓手上 今天整個 十四名台籍嫌犯外交 發生這樣的狀況 主委 你原始其咎 所以我才說 今天你不是在告出 你是在拚出 而且你是放中國 你放由中國來我們台灣拚出 時間不夠 主委我再問你 我再問你 跟大陸有關 請問陳光彪五月份要來台灣 你知不知道 陳光彪五月份要來台灣 你知不知道 但是他還沒有申請 還沒有申請 你們態度是怎樣 陳光彪二月份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陸委會當時候就說 要陳光彪去讀讀金剛金 你們又呼籲的說 呼籲陳光彪要多多讀金剛金 請問這五月份來了 請問你要叫他去讀什麼金 把台灣的整個社會價值 搞成這麼亂 陳光彪來台灣 我們一開始 其實政策就很明確 慈善事業是對的 是好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認為整個展現在台灣 因為台灣社會有我們自己的文化 社會價值搞亂了 主委 來 我給你看 這是陳光彪在他自己部落格 裡面說寫 主委 這是他自己 在他的部落格 要糾團五月份 要糾團來台灣 裡面怎麼寫 我們對於台灣地區 一些山區的貧困孩子 我們要去做慈善 我們要去獻愛心 這是他在部落格裡面 糾團所寫的 好 我今天要請教主委 二月份陳光彪來台的時候 狀況你非常的清楚了 你們現在要怎麼做 我只要了解你們要怎麼做 因為你們在整個組織條例第二條非常清楚 他現在透過你們中央政府 他到各級市政府 縣政府 去做這些事情 基本上陸委會是有監督之責 你們放棄了你們自己的職責 你現在怎麼做 五月份你怎麼做 我們二月份他來的時候 五月份如果陳光彪要再來 你要怎麼做 二月份的狀況你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 實戰活動本身不管是來自哪裡 二月份的狀況你看得非常清楚 五月份你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預備的狀況 他的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預備狀況你們怎麼去做監督 去我們在我們的職責的範圍內 也去協調也去讓對方知道 在台灣的文化環境當中 主委二月份的事情你們已經很清楚了 五月份如果來台你們怎麼做 你們怎麼做 是不是會被整個社會價值的混亂 會再發生一次 會不會 我們是對台灣社會非常有信心 我對台灣也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 但是一個陳光彪把台灣的整個社會價值搞亂了 二月份的狀況這樣子 我個人是不相信一個陳光彪就可以把台灣的社會價值搞亂了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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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嘛 今天主委面對所有中國的各個事件 都是用這種虛晃一招的方式 也不對 這種說法 我也不能夠接受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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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拜託你 你是在告主不是在聽主 聽你告你故為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我們會全力的蒙怕第一關告主 謝謝 請 請 簡照動監文咨詢 請賴主委 不用坐